国内的一月六日到十九日 新北市树林法界禅寺 将起见水陆大灾盛会 欢迎大众同沾法义 福报是由习福修福而来 拥有好的经济 环境 智慧都是福报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懂得习福 节约就是习福 要珍惜自己的福报不要浪费 等他把那一朵米全部吃光的时候 他不但身体比之前更好 精神什么都比之前更好 他就又下山了 他师父说 你怎么回来了 他说 我希望我能够来 多做一些利益众生的工作 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有数 因为他的福报增加了 因为他为什么会增加 他虽然在山上 可是他很用功来修行 有一些无形众生都会听到 比方说他念佛 打坐 他气场都可以感应到周遭的这些众生 所以说 如果说有些人真的很有钱 可是他很会把这些钱负货掉 不知道布施 但是到最后他福报没了 他就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说不管你是 你的月收入多少 或者是你怎么样多少 你能够无向的去 多多少少做一些布施 真的福报会一直增加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一生 你注定有多少福报 你没有去修 那福报用完就没 有的提前 我就跟我们那个信徒说 你这一辈子如果只有能够吃十蛋米 你吃五蛋 五蛋都是你倒掉的 你就吃一半就倒掉 吃一半就倒掉 那到最后你吃五蛋米了 你不是病了就是走了 所以这个洗补真的很重要 像刚才讲到 卫生纸也好 开那个水也好 种种这个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国历的1月6日到19日 新北市树林法界禅寺 将起见四胜六帆水入大斋盛会 带领大众送朱金坛 净土坛 凉黄坛 欢迎十方大德坛乐 踊跃报名 护持盛会 十方新闻记者 乃伊荣台北采访报导